下个视频,我们开始做系列任务 被偷走的梦 这个视频,我们来继续完成它 这次我们要去偷取古面 拥有的部分密钥法点 这还是一个间谍任务 我们来到拍点 解锁大门进入 这里我们直接穿过激光炸戈 触发警报进入 解锁大门进入金库 解锁数据中端 可以点完成 来到B点 解锁大门进入 打掉大门上的金库摄像头 解锁激光炸戈 从这里直接跳下去 去解锁数据中端 B点完成 来到费点 解锁大门进入 子弹跳 敲上墙壁 向左 门壁面灯窗 登上金库底部 从这个打开的窗口进入金库 解锁数据中端 C点完成 来到这里点完成任务 接下来 我们去获取 靠不死所拥有的部分码点 这依然是一个间谍任务 来到I点 接锁大门进入 躲避激光炸戈 进入内部 阿瑞亚还是在想要打掉监控 视相头的时候 不小心被移动的激光炸栏 集中 触发了警报 进入前面的房间 使用开关 关闭激光炸栏 解锁进口大门进入 解锁数据中端 弯转A点 来到B点 解锁大门进入 注意点的接法 上个视频 有详细的接收 我们的朋友 会去观看上个视频 这里我们就加锁跳过 来到C点 去走大门进入 这个点的接法也非常简单 大家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 前往吃一点完成任务 跟着黄色弱蝶 找到乘坐门 然后穿越过去 再跟着黄色弱蝶 找到妙机器 将数据随便上传到机器中 然后我们会听到一段神秘的音灵信息 最后我们期待一个妙优别者吧 来到处理点王者任务 我们会获得Pora顶区花器蓝图 和苍穹避暑图作为奖励 至此系列任务被偷走的梦 就全部完成了